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视频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6月21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钟 我是姚雪松 来关注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继A股纳入名胜指数之后 又有新的外资布局A股 今天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钟 A股将纳入全球知名的指数公司 富时罗素公司的全球股票指数系列 有望为A股带来超过百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今天A股收盘后 超过1000只A股股票 会纳入包括新兴市场指数 和主题行业指数在内的 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系列 这其中包含A股中近300只大盘股 和超过400只中盘股 以及部分小盘股 富时罗素指数公司计划从2019年6月开始 至2020年3月 分三部完成纳入流程 最终A股占到富时罗素新兴市场指数的比重 将达到5.59% 在富时罗素全球全盘指数占比为0.6% 去年9月 富时罗素公司宣布将中国A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系列 富时罗素是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下属的全资公司 富时罗素全球指数系列是其核心产品之一 包含了46个国家的8000多只证券 占全球可投资证券总市值的99% 公司专门编制和管理多类指数数据和分析解决方案 以满足客户对不同资产类别投资风格和策略的需要 今天下午三点钟 A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启动仪式在深圳举行 我们央视频道的 央视财经频道的记者正在现场 那么今天启动仪式上有哪些内容和亮点 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会选择投资哪些指数呢 选择的标准又会是什么呢 马上来连线记者张琴思 琴思你好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雪松老师您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刚刚参加完A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指数启动的仪式 那么至于哪些股票将被纳入指数 我们现在得到的情况是 富时罗素将基于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名单上的A股标的进行选择 目前看到的名单数量是1005只股票会纳入名单 但最终的名单还要在下周一 也就是6月24日开盘的时候才有最终的结果 当然这个名单也不是一尘不变的 它会不断地进行调整 那比如说像停牌或者违反价格限制的股票将被剔除 比如像亨通光电新疆天叶等 然后如果这些股票在6月份的审核后能够恢复正常的交易 将被纳入到9月的指数之中 如果没有恢复交易将在9月的审核中被删除 此外像大足激光和美的集团 由于他们没有通过境外投资者可投资余额比例筛选的条件 在第一批次中也没有被纳入到指数之中 如果之后符合筛选比例了 将在9月份被纳入 我们在现场也很有幸地采访到了富士罗素的首席执行官 瓦卡斯萨玛德先生 他也跟我们表示了此次将A股纳入到富士罗素指数中的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愿意选择中国的投资标的 那我们拿到的数据是 现在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中国A股的数量是1.68万亿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相信随着名胜 随着富士罗素的加入 这样的一个数字会逐步的在提升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 瓦卡斯萨玛德先生也跟我们说 他已经关注中国的A股市场长达20年的时间 那么他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 比如说像创业版的良好的运营 客创版的开通 注册制的实施 以及监管的日趋严格 也显得中国的 也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国际化 越来越规范化 也使得境外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中国的A股市场 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谢谢雪松老师 好的 感谢秦思先方带来的报道 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今天下午发布公告 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本提醒有效期至2019年9月21日 近期地区紧张局势在不断的升级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提醒在伊公民和机构 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 近年来美国四处挥舞关税的大棒也让美国企业受到影响 去年6月份为了规避报复性关税 有着美国骄傲之称的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公司宣布 将销往欧盟的摩托车生产迁出美国 这一举动激怒了总统特朗普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地时间19号 哈雷公司再次宣布 他们将与中国企业合作 在中国建厂生产摩托车 当地时间19号 今日俄罗斯网站 以冒着激怒特朗普的风险 哈雷要在中国造摩托为题 报道了哈雷宣布将与中国企业合作生产一事 哈雷公司表示 他们将与中国前江摩托合作 生产一款新型小排量摩托 计划从2020年底开始在中国销售 而且价格更亲民 报道称 哈雷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在美销量下降 以及贸易关税带来的成本上涨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哈雷公司计划到2027年 将一半销售收入转向美国以外的市场 哈雷公司认为 中国是一个主要增长市场 去年哈雷在中国的销售额 同比增长了27% 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 被誉为全球十大著名摩托车品牌之一 2005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一直以来哈雷摩托的产品 是以进口的方式卖到中国 售价不菲 价格一般在10万到60万人民币之间 美国两家著名的连锁百货公司 杰西潘尼公司和梅西百货公司 近日也致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反对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 这两家公司在信中同样指出 加征关税只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 杰西潘尼公司和梅西百货公司 在信中列举了数十项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这些商品包括女性服装 节日装饰品 婴儿用品等等 这两家公司表示 这些商品占据美国很大的市场份额 其中很多商品难以找到 中国以外的替代供应商 因此这两家公司强调 如果对这些商品加征关税 将会直接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造成损害 增加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 降低美国产业竞争力 损害美国经济与就业 据了解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从本月17号开始 就美方已对约三千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举行为期七天的听证会 在听证会召开之前 美国已有520家企业 和141个贸易协会 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 敦促美国政府 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加征关税 并回到谈判桌 与中国达成解决方案 随着近年来 中俄贸易往来的增长 中国产品在俄罗斯消费者 心目当中形成了性价比好 科技含量高的良好印象 在俄罗斯市场拥有广泛的前景 近日 第四届中国消费品品牌展 在俄罗斯莫斯科开幕 共有来自广东 浙江 上海 山东 江苏 福建 宁夏 安徽 湖北等地的 330家企业参展 俄罗斯总统商业和企业家 全力保护代表基托夫介绍 在俄中两国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 双边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提升 去年 中俄两国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本届展会展品范围 涵盖家居用品及家居饰品 家用电器及消费电子产品 厨房用品及陶瓷制品 园艺用品及户外用品 礼品及文具 服饰及配件 和婴童用品七大领域 自2016年起 中国商务部已连续四年 在俄罗斯举办 中国消费品俄罗斯品牌展 很多莫斯科市民表示 中国商品凭借过硬的质量 和科技含量 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消费的首选 再来关注内蒙古 大兴安岭大火 林区近日接连发生了 多起森林雷电火灾 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工作组 已经于昨天晚上9点钟 到达了现场 目前多数火场 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截至今天上午9点 除金河林业局绣山火场外 其余各处火场 均已扑灭或有效控制 金河火场面积 已扩展到600多公顷 现场有4000人参与救火 出动直升飞机八架 火场山高坡斗 直备以眼松白化林为主 非常茂密 给扑救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虽然火势蔓延很快 但目前形势在可控范围内 据了解 进入6月份以来 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 干雷暴活动异常频繁 三维闪电监测网探测到 大兴安岭及周边区域 共发生雷电近3万次 仅6月18号至19号 就监测到雷电频闪 3450多次 加之降水较常年偏少 致使邻区雷电火多点集中爆发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 5月22日铁路12306网站 全面上线后补购票服务 旅客在12306上购票的时候 如果遇到所需车次席别无票的话 可以在线排队后补 当对应的车次席别有推票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兑现车票 截至今天 全面后补购票服务上线一个月 累计兑现近200万张车票 数据显示 目前铁路12306售票系统 年售票量超过了31亿张 日售票能力达到1500万张 高峰的时候 每秒的售票量就达到700张 互联网售票占铁路售票总量的 82.8% 12306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实时票务交易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 以利率招标的方式 开展了300亿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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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